日月光 它的9月份的营收 跟第三季的成绩 是这么好 多好 蜀方姐代会解读 可是为什么要杀尾盘呢 23亿日月光 在公布这样的营收过程之中 它之前有没有先涨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K线图 把它K线图 可以发觉到 它是在一个盘底 盘底的一个架构之中 它并没有呈现的一个上涨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个时间点 它既然没有在公布营收之前 它呈现的偷涨 那就代表呢 应该没有人可以偷卖 那就如果明天 它可以去反应营收的利多 那对于未来里面来讲 正面的解读上面而言 它就是会有正面的一个利多 这好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机点里面 因为从日月光 跟未来的台积电的 公布的一个营收数字 那对比到刚刚来讲 盛姐谈到 美国废半的一个指数 真的很弱 那在这种情况之中 我们台湾呢 这些加权值很重的 半导体的个股上面 能不能够因为交出量力的 成绩单的过程中 去抵抗废半指数的弱势 我相信它也是很重要的关键 日月光的营收带有多漂亮呢 石方姐 目前来看 整个一个日月光的 9月份的营收 比当时候呢 它在整个一个 法收会的一个内容上面 它是来得更好 所以它的月增是22.5个percent 年增是25.8个percent 第三季的营收呢 是高达两位数字以上的一个成长性 记得大家在当时候呢 它的第二季估第三季的时候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数字 是 它是微幅的成长而已 现在也是高达两位数字 所以比当时候的预估值里面 是来得好的 所以我才会说 营收的一个利多 它一定要反映在股价上面 对于整个一个台湾股市 去对抗费城半导体的弱势 才会有不正面的帮助 所以我们明天就端看了 因为九月营收 第三季的营收都能够创新高的 日月光不简单 只是呢 因为美股的修正 费半的大跌 所以请看外资的卖超 昨天呢 外资买回来 以为它会认错继续买就没有 包括像细品啊 台积电啊 日月光啊 都是昨天买 今天马上又把它卖出来了 今天呢 同卖的股票很多四档 四档包括了细品 联发科 仁宝 长荣 都是投信也在卖 那同买的呢 刚刚社会专家还在聊 有吧 有吧 那找这些股东找不到 有啦 才找到一档 这一档中信金控 它是外资买 投信也在买 看得出来 现在呢 外资跟投信的操作 都显得有点点混乱 其实刚刚来讲 瑞环谈到同买的部分 我只想补充一个件事情 大家看第一月 买超前十名 有没有发觉一个特色 电子个股很少 对耶 传产金融占有比例比较重 所以呢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现在 外资的买进 它也很聪明啊 它也是跟美股 关联性很高的一些的个股 它去做避开 先避开 对 所以你的操作上面 也可以从这样的逻辑上面 去做一些的思考 因为肺半修正压力太重了 电子股呢 稍微做一下避开 传产 金融 外资的买盘 有点在做加温 真的国际的局势 您不能不关心 从大概2012年左右吧 两年多前 安倍 日本首相 就说 关他的 为了要救我们日本的通缩经济 通缩哦 就是我再有钱 也不想买东西最难救的经济体 他说那我就无限量 无限期 狂印钞票 这么一印 2012年到现在 2014年的此刻 请看志源 您知道志源 从2012到现在 第一 它已经重扁 超过了四成二以上 大扁哦 往上是扁的 第二 他来到了110.08 见到了六年来的重扁的 新低了 然后呢 两年后的今天 终于听到了 他们首相安倍哦 对外承认 我错了 因为呢 我的民众 我的企业 真的受到了扁太多 带来的伤害 为什么会伤害 宇哥啊 如果货币的重扁 应该有利于企业的出口 企业要感谢啊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从另外的角度 上面来看的话 对于进口厂商 它就是一个很重的伤害 对于日本民众到海外消费来讲 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那日本议员 他就是要安倍说 直接就讲了 议员就说 你宽松要退场了 因为我想 他们这个发言 应该是根据 我们刚刚所提到 像是这个 进口厂商那一部分嘛 好 所以那议员就说 你政府应该开始讨论 货币政策要退场的机制 那甚至呢 他们讲说 你日元贬到110块钱啦 各位想想看 假设我是日本人 对不对 哇 那苦哈哈的 我要出国 我又不能出国 要换汇吓死人了 对不对 到哪都贵啊 所以他们讲说 那日本企业 那120块汇率 对日本企业的人 他们开玩笑 他说 那你不如就去设一个 120急救专线好了 让这些日本企业 对不对 有这个 所以急救 这是一个警讯 所以我不禁想问 日元的110会不会成为 安倍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停损点呢 这倒不见得 这倒不见得 是哦 因为我们看安倍最近 他这个话的解读 瑞涵刚刚讲的 对了51% 有49% 因为政治人物讲的话 本来就是他会有一个伏笔 对 好 那我们来看 其实下面那个地方 他就一个淡数就是说 我们的日本大型工商 他是在呼吁嘛 你们这应该把出口商 这个你有赚到汇差部分 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 所谓汇差部分 或是你享受到好处 你要转移给中小企业 这就是一个所谓喊话 也就是出口厂商 如果你出口比较多 赚的比较多 你卖给中小企业的 你可不可以降价啦 降价 回馈给消费者 回馈给你的供应商啊 回馈给进口商啦 这一部分 所以他这是一个安倍 一个淡数 我们常常会认为说 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 如果贬很多 东西卖出去变便宜嘛 对 有利于出口 所以这家的企业呢 在出口 日本的企业哦 出口真的 他是赚钱的 而且赚很大 可是呢 遭了个高 宇哥刚刚说的 因为呢 那如果这个企业 他跟国外买原料 拍谁 这缘不值钱 原料国外买 贵得不得了 油啦 天然气啦 因为国家跟国外买 进口贵 国内的油跟天然气 还是贵 只要这些的原料成本 贵的负担 多过他赚的这个部分 拍谁 企业所得到的答案 就是获利大大的减少 这样的窘境 会不会逼迫的安倍 不得不转弯呢 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政治上的压力就会出现 因为你如果涨上去 你要让它再降下来 就很困难 对 所以我觉得 它这个部分来讲 当然他们有讲过 就是说你的获利 能不能移转给中小企业 我觉得这很困难 因为安倍这个建设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来讲 并没有令到日本的GDP 有大幅度或显著的成长 没错 所以正是这个地方 他们去检讨一个政策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引爆点 企业是民营单位 对 它不是说官方怎么叫 你就怎么动的 然后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就像宇哥所提到的 那不如你自己政府 吃一下油的成本 油啊天然气 因为买的很贵 你卖给老百姓啊 也是比较贵 是不是降价 总之呢 安倍现在开始思索 这个问题了 说到国际问题 还在思索的 就是 香港的战中事件 没错 现在慢慢事件 和缓平和下来了 港股秀个K 帮大家自己掌握 这个香港股市呢 重挫之下 时间说再短一点点 战中事件好多天嘛 前面预先反应 可是呢 连涨四天了 港元也稍微 重扁 呈现了回升的格局 因此呢 就在今天 是应该就是以为没事了 就盛姐啊 怎么在今天 正中事件传出来说 是美国的阴谋 怎么回事啊 OK 我觉得说真的 真的是政治经济学 就是说其实我们讲说 政治会影响经济 那经济当然也会影响政治啊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刚刚我看到那张图啊 我们讲说这个恒生指数的一个 它的线形啊 让我很敢看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恒生指数的线形 你图形缩小一点来看哦 它在最近的高点啊 叫做25,362点 那一根之前是不是一根红K 你图形啊 就是把它缩小一点 拉长 拉长来看 你发现那一根是什么 技术线形上面是带量突破耶 真的是带量突破 带量突破 它那个应该是多头 要再攻一波的一个讯号 没错 如果你纯粹用技术线形看 是这个样子 但是很不凑巧的 发生了战中事件 结果呢 股价飞飞飞飞飞飞飞的 直接怎么样 它本来 对 本来均线全部是多头排列哦 结果最后跌到什么 跌到年限以下 你知道那一波中错了11% 那我们讲说 它战中事件 大家可能还是 有时候不是很清楚 我想说 到目前为止进入第几天 第10天 那大家想说 战中事件影响了这么多天 那到底有什么影响啊 到底是多少钱啦 这个有跟大家计算一下 大概10天 损失160亿港币 到昨天为止是第10天 今天第11天 OK 损失这么多了 对 160亿港币 其实我也是这个也是不少 800多亿台币 800多亿台币 那另外来讲 那另外香港的零售销售跌40% 40%是什么 是11长假以来 他们过去来几乎没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中国大陆放了7天11长假 对 而且往年中国大陆11长假 都到香港去shopping大买 我们有一个表格 您就知道有多惨 因为战中事件大家不敢去 结果它创下了香港开放自由行以来 最糟糕的消费额 对 记得如果说大家有印象 去这个像11长假 如果你去香港 几乎是人山人海 没错 全部都是阿拉拉 这个海港城都是阿拉拉 那你看它这一次都冷冷清清 更何况那个 我上次前几天看 像那蓝桂坊 蓝桂坊那个本来是晚上都很多人的 结果都打烊休息 所以你看它销售的状况 不管是服饰 珠宝 手表 还有餐饮 少说一成多 多则四成 这个损失真的是不少 所以盛姐你这么一讲 我留了一个伏笔你觉得这样对不对 我们很佩服香港战中的这样的群众 他们争取的是一个未来的民主跟自由 对 更加的民主 可是呢 当下很现实的 它却掉了也损失了现在的经济 就是很难拿捏耶 所以我才讲说民主是需要付出代价 没错 当然我们讲说他们追求的目标跟理想 我真的也是很佩服 那事实上这样之前在台湾有一些运动嘛 那现在也是互相做一个支援 那看起来来讲的话 民主的代价就是什么 我刚刚讲那些通通都是民主的代价 那路透社讲得好耶 他路透社讲说怎么样来看战中事件 他说这是六四天安门以来 北京当局最兼具严峻的考验 对民主这件事情 怎么讲呢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大家对民主的想象 就中国刀来讲 只有六四天安门的一个想象 就是哇 那时候只知道说这个震报 或是镇压 坦克 觉得很血腥 可是你看路透社已经认为说 这一次的战中效应来讲的话 对中国的政权 以及民主的一个 想法上面来讲 他是更 已经拿来跟六四天安门相提并论 那为什么会扯到美国的阴谋 美国的剧本啊 OK 这个就厉害 所以我说这个政治有时候 真的是很难搞 就是说明明本来看起来是一个 民主的一个动作 但是到后来来讲 发现不管是有 有美国的阴谋 还有中国的阳谋等等 怎么样来看 那这篇报道是从哪里出来 我们要先注意 是从中国日报网所揭露的 这个不是美国他们自己揭露 是中国日报网揭露 揭露什么 他揭露说啊 其实哦 在美国智库啊 在四月的左右啊 就已经有介入战中的事件 哎 怎么样讲 我说今年四月哦 那因为今年四月的时候 哎 在所谓的一个香港 他有两个人 去美国开了一个会议 哪两个人要稍微把它提一下 一个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 他叫做所谓的李柱明先生 那另外一位是什么 是前政务师师长这两位 到所谓的美国智库 其实美国智库 在美国来讲的话 应该也是算是有一些发言权的 没错 开了一小时的会议 那在这一小时会议当中 当然他跟美国两个我们讲说基金会 一个是研究院 一个基金会开会 那决定说什么 因为这两个我们讲说 这两个老港港仔就讲说 哎呀 我们希望啊 藉由啊 这个民主西方的力量的影响 让中国的政策啊 能够移转一下 他是说 他们认为这样的几率是存在的 然后美国就认为说 嗯 行得通 所以test一下就对 test一下 而且他认为说 哎 这个是内容上面这样讲 他说 哎 或许啊 这样子也能够怎么 进一步怎么 他提到说会分裂中国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 美国的阴谋论 所以大家就在讲这一些了 所以大家讲说 哎 好像事情要平息 但是这个阴谋论来了 所以你看哦 除了普选外啊 进一步的分裂中国 这叫做阴谋 那这个 还有阳谋 阳谋是什么 针对中国本身的 说这个计划是中国主导的 战中事件 对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他讲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是 我们讲说亚太金融中心 绝对是当之无愧 没错 也是中国大陆现在呢 对于这个金融 在全世界的经济体上海 它是努力扶植的 对 因为中国它其实 努力扶植上海的部分 金融中心 对 那你说 香港这个地方 它就跟你闹了一下 哎 结果 我们之前不是谈到 上海自由贸易区吗 对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 其实很希望 把香港这块肥肉啊 把它拿回来中国大陆 特别在上海的这一块 上海自贸区嘛 对 上海自贸区 对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 中国大陆本身 有在扶植这一块 所以想让上海自贸区 取代掉香港在全世界 第三大的金融的地位的角色 对 有这样的一说就对了 就变成一个阳谋了 就说 原来这出戏是你自己 自己主导的 但是你一方面自己主导 又讲说 这个好像华府还有做介入 所以变得很复杂了 所以 但是我们说真的啦 看到战中的事件 我们只认为说 追求民主 追求普选 我觉得都是好的 然后呢 这些学生 看起来真的是无辜 所以我是只希望说 都和平落幕 但是真正的所谓的阴谋跟阳谋 听着听着就好了 你到底事情的真相怎么样 没人会知道 但是至少股价啦 还有汇市部分 就回稳了 主要经济的变数 比较淡化之后 真的有国家争好 自由民主无价了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接下来 对某些人而言 他也是无价 国粉而言 iPhone 6 Burr Bound的 今天特别把这个题目呢 交给就是国粉的 鼠方姐来讲 糟了个糕 这是不好的哦 之前不是有弯曲门吗 现在又有一个 什么头发门 听说iPhone 6 会夹头发 夹胡须啊 最近里面 我好像觉得网络上面 有一个很酷手的一个议题 就是来自于说 既弯曲门事件之后 有一个叫做 头发门的一个事件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原来呢 就是说有一些的人呢 用iPhone 6 或是用iPhone 6的Plus呢 在整个耳朵旁边 去讲电话的时候呢 发觉到 它的一个缝隙的过程中 会夹头发 那就如同在之前 三星的Note 4的意识一样 它的缝隙 可以放一张明信 那个名片的意识 是一样的 那到底有多酷手呢 我就跟大家看 看几个影片给大家 然后等一下我们的瑞涵 会实际的侦测 看会不会夹头发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是没有夹到 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上面 有一个很帅的很帅的帅哥呢 他就给你一个图片 他呢 就要给你图 图什么呢 他拿来刮胡子 为什么会拿来刮胡子呢 因为有一个网友上面讲 他在那个 他的一个所谓的iPhone 6 iPhone 6的Plus 他居然这样磨一磨 在脸颊磨一磨 一磨 哇 胡子都磨下来了 所以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大家呢 就开始哭手了 一个帅哥 涂了一个 那个刮胡刀的膏 然后呢 就开始去刮胡子 那这个部分里面 还不怎么样 比较劲爆呢 是旁边我们的美女呢 我们知道 美国人呢 他其实对于整个 一个所谓的毛发 他是很注重的 他认为 有时候要出去 比较正式的场合 你一定要刮干净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一个美女呢 拿着我们的iPhone的 一个手机呢 在干什么 刮脚毛 腿毛脚毛 对 他开始刮这个 我觉得这个 你觉得劲爆吗 一点也不劲爆 甚至影片上面 还有一个呢 他学男人事实 这男人事实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有一个胸毛 非常非常多的 一个所谓的网友啊 他拿着iPhone 6 这样刮刮刮之后 下一个就出来了 是什么 他胸毛不见了 所以是蛮 哭手的一个虚块 所以在这种 时间点里面来讲 我说在这 这个沉闷的一个 时机点 其实也给很多人 创造出来一些的 一个议题嘛 我觉得也不错 好 到底有没有 我刚刚听鼠方姐姐讲 我都觉得好好笑哦 不要急 因为我们有同事 拿到了iPhone 6 我特别跟他借的 还是 很多人还拿不到 Plus的金色的 我待会再试一下 听电话 会不会夹我的头发 我头发是settle过的 等一下再来测试看看 不过接下来这个 不测试了哦 烟火 回到现场之后 我们来看哦 今年的双十国庆 礼拜五就要放假 连续三天长假 台中 释放烟火 这次仪式到台中 有七个最好看烟火的景点 在哪里 Ford Kuga 王者在领 谁与针锋 要您亲自感受不凡 入址福特 Kuga 想百万零一律 五年延长保股 再免排然